英灵一记外 一片寂静 在众学生震撼的目光下 十一缓缓从巨兽体型缩小 并且恢复为内敛形态 此时 看着变化的十一 余树等人心情十分复杂 原本以为社团考核时的表现 就是十宇的极限 原本以为 他的王牌短暂更替为了餐宝宝 但却没想到 人家十宇参加社团考核 根本就是参加着玩的 王牌根本从始至终没有派出 单纯靠一只新宠 就把他们三关阵的无比破碎 不比了还不行吗 从生存试炼开始 经过无数次打击后 余树彻底从心了 哪怕有着天赋优势 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比了 高等霸主种族的剑灵啊 这几乎代表着 始与必成传奇 这家伙 得到冰龙大将军英灵认可 简直运气好到爆炸 但是 余树此时却又极度不起来 因为 就算给他机会 他好像也通不过刚才始与经历的考验 始与不仅宠兽强的离谱 自己也强的离谱 甚至 始与召唤出冰龙大将军英灵 余树都怀疑始与是自己一手策划的 两人的对话 大家是听见了的 双方明显认识共同的宠兽冰龙 始与 始与 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 正看见了祭坛上 一只石铁兽仍然四角着地 而始与 则不是骑在他身上了 而是像弓形挂件一样挂在了十一的后背上 闭着眼 反正不像是清醒的样子 一 石铁兽身上 除了石鱼外 还有一个参宝宝诊断着石鱼的情况 片刻后 参宝宝得出结论 石鱼身子太虚了 睡过去了而已 他凝聚了一根营养物虚 掰开石鱼的嘴 让他先含着后 就觉得差不多了 至于石鱼的伤 早在刚才一瞬间 就被石铁兽和参宝宝用高速愈合治疗的一点也看不出来什么 他怎么了 此刻 李主任等人心慌的跑上祭坛 看着到着的石鱼 身体狂颤 石鱼现在可不能出什么事啊 因 这波浪符波浪符 十一闭上眼 假装打了个呼噜 算是通过扮演法 告诉了这群人石鱼情况 睡觉呢 小点声 众人 魂种已经融入他的身体了吧 和主任看向石鱼身边 应该是了 徐教官点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孵化出来 英灵魂种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除了他认主的人外 外人根本无法孵化 契约 基本就相当于行程后 就绑定了某个御寿师 他会融入御寿师身体 静待孵化 孵化后哪怕不契约 也会如同守护灵一样 一直守护御寿师本人 所以 英灵和其他宠兽有很大的不同 他很难被觊觎 外人就算得到 没有得到英灵的认可 双方也会产生排斥 刚才 众人士清楚看到 穆辉英将军的英灵和剑灵一起化为光芒凝聚成魂种 然后落入石鱼手上的 这代表着 冰龙大将军已经认可石鱼 李主任 带他们去休息吧 接下来 这边要封锁一下英灵祭坛了 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徐教官看向下方的人群 是啊 和主任点了点头 得让今天在场所有人 签下保密协议才可以 石鱼得到穆辉英英灵的事情 不能暴露 穆辉英是当年东皇王朝时帝麾下第一人 肯定是参加过第一次图腾之战的 这位 是确确实实和图腾一族有着血海深仇的人物 说不定 还有许多和穆辉英本人有仇的图腾一族存活至今 如果穆辉英的战绩是真的 那么他这个名字带来的仇恨度 绝对不会小 图腾一族对于那些战争英雄后代的报复 从未停止过 东皇谷国内 谁也无法确定 隐藏没隐藏着图腾一族安插在内的卧底 至少 图腾区的人族那边 东皇国肯定是有安插卧底的 那么国内这边 也必然不会少图腾一族的眼线 在时宇没有彻底成长起来之前 还是封锁关于穆辉英的消息比较好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时宇就是契约了一个普通的剑林 哪来的冰龙大将军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啥都不知道 先封锁消息 李主任点头 剩下的 交给十一局内部去处理吧 时宇 十一局成员 果然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刚来英灵一计 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不知道通知校长后 老校长会不会下晕过去 时宇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中 时宇好像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红色的麻雀 然后经过火焰的灼烧后 脱胎换骨变成了浴火重生后的凤凰一般 呼 许久后 时宇猛的惊醒 他快速从床上起身 然后看向四周 是一个环境还不错的衣物室 旁边 时宇和餐宝宝正在拿着手机不知道在看什么 发现时宇醒来后 他们快速转过头 嗷嗷嗷嗷 时宇兴奋的挥起手 一呀 餐宝宝也很兴奋 他们发现重重写的白日梦小日记了 时宇 时宇伸出手 看向手心 下一刻 一颗红色的光球 也就是剑灵的魂种 缓缓从时宇手心飘浮上来 看着魂种 时宇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当时最后一击 他的意识和视线近乎模糊了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 最终慕灰英将军也融入这里面 所以说 慕灰英的英灵 就这么消失了吗 当时 慕灰英的英灵的确说过 最终自己会彻底消散 化为魂种 形成全新的死灵生命体 不过 到了这步 时宇突然感觉有点遗憾 慕灰英的本体 在镇压冰河图腾后去世了 现在英灵也化为了魂种 可惜了 时宇还有许多想问冰龙大将军的事情 比起魂种 他更想从对方那里知道 关于东皇王朝早期的事情 尤其是石帝的事情 不过 此时还有一件事 让时宇非常在意 那就是慕灰英的血脉和绅士 他究竟是什么种族和人族的混血 从开始到现在 时宇抓到了两个点 一 太阳 剑灵的火焰 给他的感觉 和太阳之火非常相近 二 凤凰 如果刚才的梦 和这个魂种有关的话 慕灰英好像是有意无意在逼迫他借助剑灵之力超越负荷去战斗 而战斗后 时宇现在恢复过来后 明显可以感觉到 自己并没有多少负面影响 反而 现在自己各方面的状态 要强于剑灵附体之前 刚才那种火焰包裹的状态 就仿佛让他遇火重生一般 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后 更完美的躯体得以诞生 体质 精神 灵魂甚至是预售空间的强度 几乎是全方位的增幅 太阳 凤凰 时宇茫然了 他现在对慕灰英的身世 更加好奇了 这样离谱 足以接近神话的血脉 是怎么诞生在人类身上的 时宇不能不好奇啊 因为建立第三代巅峰东皇王朝的女帝 好像也是凤凰血脉 属于混血 一次还能是巧合 但是历史上两次出现这样的混血 还都成为了大人物 是巧合的概率就小了许多了 看来 得去详细问问小母龙才行 时宇低估 没准他能知道些什么 另外 此时时宇还有一个新的发现 英灵化为魂种后 似乎已经被认定为了特殊生命体 时宇的图鉴 已经可以看到他的资料了 名称 魂种 属性 死灵 火 种族等级 成长等级 未觉醒 能量值 100 好家伙 时宇直呼好家伙 这让他说什么好呢 只觉得比青棉虫的碱还离谱 这相当于 幼龄还没出生 还是蛋的形态 就被检测出来了 而且能量值还不低 玩爆觉醒时级的正常青棉虫 因 一 此时 见到时宇一直盯着魂种 时宇和参宝宝也看向了魂种 询问起来 这个光球 是不是之前那个大姐姐啊 呃 时宇点头 道 算是吧 但又不全是 不过 不管是不是 到时候的小剑灵 应该是母的吧 时宇 虫虫 参宝宝 时宇感觉身边 也的确该来了雌性宠兽 中和中和了 时宇看着光球 感知了下自己目前状态 他思索一下 随之打算现在就唤醒魂种 前提 是御兽是用自己的力量 去孵化他 时宇手持光球 缓缓陷入冥想状态 然而 时宇刚进入冥想 想去孵化魂种 就立刻被醒来的虫虫打断 你干嘛 时宇见虫虫不好好睡觉等待进化 又想跑出来看热闹 不由的嫌弃道 知道了知道了 仅此一回 受不了虫虫的软磨硬泡 时宇把虫俭姿态的虫虫召唤了出来 出来后 虫虫立刻兴奋的看了过来 这是要有新队友入队了吗 还是还没孵化出来的小婴儿 刚才他在睡觉 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因为时宇受伤昏迷而惊醒 差点都强行进化来救时宇了 从十一 餐宝宝那里得知时宇没事后 才放心下来 一 十一让虫虫别高兴得太早 一 餐宝宝也让虫虫别高兴得太早 疑似高等霸主种族的火系队友 你确定加点之后 能打过他 餐宝宝一脸忧愁 火系 还是高等霸主 烧死餐宝宝吧 虫虫也是一惊 看向了魂种 你们没开玩笑吧 作为虫子 他也是怕火的呀 三只宠兽中 哪怕十一都不能保持很平稳的心态 因为十一可以感受到 十一对小剑林喜欢的不得了 十一脑补了一下 然后表情逐渐凝重 这是使铁兽骑士要持续上线的节奏 以后他怕不是要从主力输出 变成充电保护住了 力量会全部被十一吸走的 别吵 十一看着掌心漂浮的魂种 瞪了三只宠兽一眼 三只宠兽的担心 短期完全是没必要的 刚才他已经感受到了 剑林附体状态下 对于御寿师的负荷非常大 刚才的剑鸭对轰看起来强大 但其实 那时候的剑林 成长等级才是超凡级的标准 这就离谱 这要剑林成长到统领级 使鱼感觉自己怕不是还没挥剑 就立刻被榨干 所以 作为一个正经御寿师 他一定要控制剑林的成长等级 并且不乱附体 使铁兽骑士 爱谁当谁当 反正他没兴趣 最好 剑林永远低于十一他们一个级别 这样一来 自己才能保证某一天心血来潮后 不至于突然被榨干 就算石鱼体质再强 餐宝宝再给力 石鱼也很确信 自己目前的状态 绝对契约驾驭补了一只高等霸主种族统领级的剑林 石鱼重新起来 他再次闭幕 进入冥想状态 尝试通过心灵与魂肿沟通 黑暗的视线中 寻找着那一缕火光 一秒 两秒 三秒 外界 三只宠兽 目不转睛的看着孵化掌心魂肿的石鱼 大概数分钟后 石鱼终于和魂肿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与此同时 在石鱼不断的努力下 弹珠大小的红色光球上 光芒变得更为耀眼起来 形态 也在光芒下 慢慢发生改变 石鱼等宠兽 依然目不转睛看着形态逐渐改变的魂肿 屏住呼吸 不敢出声 怕打扰到石鱼和魂肿 而此刻 石鱼虽然闭着眼 但在黑暗的视线中 他也是可以感受到魂肿的变化的 但片刻后 石鱼茫然地睁开眼睛 看向了眼前的小死灵 此时 石鱼身前 已经没有什么魂肿了 取而代之 是身形虚幻 剑柄为身红色 剑身为红色的小剑灵 整体形态和木灰鹰的红却差不多 但可能是因为年纪小 还没有那么多纹身 果然是剑灵 但是 石鱼看着眼前大小和水果刀 匕首一般大的剑灵 陷入了沉默 不是吧 剑灵也要从小慢慢长大的吗 咪波浪幅波浪幅波浪幅 小剑灵飘浮于空中 怯生生转了一圈 有点不知所措的感知着周围的情况 为什么是咪 不过这不重要 石鱼看着小剑灵 彻底确定了 新生的剑灵 就跟新生的婴儿一般 稚嫩的像张白指 另外 也和刚才自己拿的剑灵有很大不同 他 显然有自主意识了 另外 可能是因为存在某种联系 石鱼此时虽然还没契约小剑灵 但是也能和感知十一他们一样 清晰的配合图鉴感知到他的情况 名称 未知见灵 未命名 属性 死灵 火 种族等级 成长等级 觉醒一级 种族技能 斩破 高阶死灵系技能 灵魂克星 可以发出灵魂斩击 对死灵类生物伤害翻倍 附体 高阶死灵系技能 光炎剑 高阶火系技能 交错之剑 超阶火系技能 阳炎 超阶火系技能 蕴含太阳力量的烈焰 灵解 超阶死灵系技能 拥有该技能的灵体 存在解放后的第二形态 第三形态 第四形态 能量值 五百 感知着小剑灵反馈的信息 时雨依时间呼吸有些沉重 这也太强了吧 才觉醒一级 战力怕不是都能砍普通的超阪级宠兽了 时雨惊喜 欢喜地看着小剑灵 咪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而此时 小剑灵已经贴上了时雨的胳膊 咪波浪符波浪符波浪符小剑灵撒娇似的和时雨交流起来 她想吃冰棒了 好热啊